接下来 就等网友们的回复吧 我们家小景啊 最近爱上了户外运动 屁股晒了点 紫色和她现在的风格很大 没问题 那我就等您时间安排了 好嘞 听起来是好消息啊 自从你发了那组照片啊 这都是第三家 主动找过来的运动品牌了 以前紧 你可没有这种类似的代言 那证明我的攻光很成功 评论怎么说 有支持你的 说现在审美畸形 总是以瘦为美 不太注重健康 但是也有说 你没有职业道德 身为一个演员 明明长胖了 还不让人说 还要故意找角度凹造型 咱们那招真的靠谱 放心 我的计划还没有结束呢 后面才是高潮 你的意思是说 还能多增加几个代言 那下把手机给我 刚才那条微博呢 都是我的一些 拍照小技巧 我并不是在赞扬哦 而是在批评 谁规定 高跟鞋才是女学标的 或者前途后翘的人 就高人一等呢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自己的平衡点 当然 为了角色 我也会努力 健康减职 你这条不能发 一发就漏馅了 那刚谈的代言怎么办 你相信我 大家现在呢 就喜欢这种坦坦荡 喜欢这种坦坦荡荡 真实的人 我们这样反向操作 比造假更那么大来好感 好感 方姐 发完了 凯然接受吧 苏姐呀 那些鱼迹的笔猴子 可是犀利得很呢 一小点的失误 都会被他们给无限放大 他们都排着队 等着找你茬呢 你知道吗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都是依靠太阳门生存 而太阳 并不是因为他们才存在 乔苏姐最近好帅啊 完了 没救了 没救了